Hello,大家好,现在是8月14号,早上6点多,6点半左右吧 哎呀,醒的好早是吧 但是,你们要知道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你们就不会那么认为了 昨天下午应该是4点钟左右吧 就觉得特别困 老婆那边正在做晚饭 我说我先睡会儿 吃晚饭的时候,我要是睡着了 你就甭喊我,我睡醒了,自己去吃 这一觉睡下来,一睁眼睛 今天早上6点了 睡了14个小时以上 我觉得上次睡到十几个小时 碎莲轴的时候 还是解除隔离之后 不是,解除监视居住之后 是2020年的6月份 7月份,8月份 啊,这个两个月时间 再之前还有一次 那就是从国营五星级皇家大酒店里边 管饭十几天之后回家 也是前面两天三天 就是刚回去的时候 你说有事吧,没事 有感觉吗,也没感觉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还不错 你看我这趟从老家故乡回来之后 精神状态 其实你说消沉也好啊 或者你说怎么样也好 很难形容 就是自己觉得还可以 但是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 你看陪家人去吃吃喝喝 去外面玩一玩 都不错 也能跟得上 但是就是觉得不是自己 或者像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一样 每天呢 很难专注的去做一件事 也很难去静下心来 去写点什么 所以前面两天的节目 都有点乱糟糟 然后很多老的读者观众说 怎么状态那么差 其实不是状态差 精神差 就是精神差 我前面两天时间 大概都是凌晨两三点钟 甚至三四点钟 才上床 他倒不是困了 就是也不觉得困 也不觉得想睡 但是浑浑沉沉 就是浑浑沉沉 上了床呢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然后可能会睡一会儿 睡到个八点九点 两三个小时又醒了 醒了之后又是一天 你说下午 像以前我下午会睡午觉吗 前面两三天的时间 下午是不睡午觉 睡不着 就是躺在那儿 也脑子 你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是就是不困 或者觉得特别乏 特别累 特别困 但就是睡不着 就是这个感觉 一直到昨天 昨天中午左右吧 还上午 昨天上午 实在是有点感觉了 突然想起来了 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于是呢 就把自己买的一整套啊 修表的那个小工具 就是小螺丝刀啊 小什么的 把爱人的手表表链 折腾折腾 拆下来清洗一下 然后夹一截 趋一截啊 把自己的手表拿出来 小螺丝各种猜 那么在经过这一点点 特别需要专注的工作之后 下午的时候就觉得 这个状态好了很多 所以一直坚持到三点多 就已经困得特别 特别想睡觉了 四点钟 终于告诉了 爱人不行了 我挺不住 我坚持不到吃晚饭了 爱人怕我那个 就是下午睡的 特别晚 下午三四点钟以后 我要是睡觉 睡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睡醒了 就算睡到晚上八九点钟一醒 我可能就一夜睡不着了 所以他就坚决不让我睡 我说那也不行 睡一觉 这一觉睡了十几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 好爽啊 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可能很多经历过的 会有感觉 会有感觉吧 当你面临一些危险啊 或者身处一些某些境遇的时候吧 才会出现的一种生理反应 很正常的生理反应 现在的医学呢 叫它应激反应 你像很多朋友说是家里有点什么特别紧急重大的事情啊 就会睡不着觉 就会失眠 对吧 我这也一样 我这也一样 昨天视频里还在 不是昨天视频是昨天在会员群里跟朋友们聊了几句还在说这个事 我说当你感觉到自己头上有一把铁锤 一把利剑是吧 随时掉下来的时候 就是生活在一个极度危险 朝不保夕的这个状况之下 你的你可能会每天告诉自己 哎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对吧 劝慰自己 但其实在潜意识里 在内心的深处 你还是非常把它当回事的 你不可能忘记危险吧 对吧 居安还要思维 更何况当你非常清楚的 很直观的感受到 感觉到 甚至亲眼见到了这种事情 就是前天那期视频 跟大伙说的所谓的献礼那件事 当你发现自己的名字 在人家的礼担上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会觉得自己 就是一个猪头 就是一只牲口 是吧 用来献祭的 那个感觉很不好 非常不好 当然经过这个应激反应 直到一旦说是你睡着了 睡个穿越觉 对吧 倒了时差 那么这件事 基本上就算是过去了 我这算是调节的比较快 所以今天把这个 整个的心路历程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这个方式啊 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啊 但我只是说我自己啊 当你感觉到自己 有应激反应的前兆啊 或者一些苗头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去做一些 非常非常需要专注的事情 以前我是去钓鱼 那么我的鱼钩啊 鱼线啊 从来都不是买在现场的那种 就是每一个小鱼钩 拴上紫线啊 一点一点的东西 然后放上什么 那个小痘痘啊 小皮筋啊 一点一点的 都是非常小的东西 去做一些 特别需要专注的事情 那么这样 会让你的整个的注意力 或者潜意识啊 关闭 不然的话 潜意识占主流 它会影响你所有的内分泌啊 所有的这个精神状态 一旦你做了一些 特别需要注意力 特别需要专注的事情 就是把大脑的注意力 转移到另外一件事上 那么这个应激反应 也就算是过去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感觉到 应激反应的时候 还是出车祸的时候 那段时间真是啊 往事不堪回首 几天几夜不睡觉 自己一条腿都撞蛇了 蛇了他妈两截 对吧 怀关节粉碎性骨折 小腿骨骨折 然后我下了车之后 竟然可以围着自己的车 我是被人抬下来的嘛 救下来之后 也躺不了就是自己还能一条腿 扶着那个车 一条腿跳着 另外一条腿不敢沾劲 就是觉得哎呀 疼麻 不是疼是麻 然后围着自己的车 东看看西看看 还在现场死灰一下救援 不疼 点都不疼 真的 那么一直到被抬进了医院 也不是被抬上了救护车 所有的人都成功救出来了 然后自己的车也被拉上了救援 对吧 被拖车拖走 到那一刻 突然之间就会 就觉得自己哎呀 回身哪都疼 然后突然就觉得站不住了 你坐都坐不住了 就得躺着 躺在那也是一阵一阵的眩晕 但是那种眩晕不困 明白吧 说是你会晕过去 没有 再之后是被按到医院里边打麻药 整个手术的过程 一个多小时 麻药无法让我入睡 但是不疼 医生说是正常打全麻 会人就会睡过去 不睡 出了手术室之后 三四天的时间吧 不睡觉 睡不着 也不困 睡呢也就是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可能那次算是最严重的 再之后 就是前面给大伙讲的那几次 比如说某年阅兵的时候 差那么一点点 都已经被带上警车了 突然人家那边打了个招呼 说够数了 当年的县礼已经过数了 然后就如逢大赦 捡了个便宜一样 被小小拘几天回家 那个时候那个心情就是那样 哎 落里八缩的 好吧 这期就到这 以后可能这类的节目会更多一点 不讲具体的事 只讲我自己想想讲的 不然呢 不然讲啥 是吧 万一那天 被当成县礼呢 是吧 哎 好恐怖 你们就偷着乐吧